环境的演习中做了两大举动让美军不敢放肆 首先中国海军发射了红旗9防空导弹超低空命中英机83反舰导弹 准确率极高让美军领教了中国军舰防空导弹的威力 目前世界上在反舰导弹这块领域 西方国家没有一款能达到一倍音速 而中国能达到四倍音速 更何况中国跳出常规用防空导弹成功击中英机超音速反舰导弹 这更是不得了的事 美军看到这场面得摸摸自己有几个脑袋 第二中国海军派去的40多艘舰艇居然没有出现052CD主力防空驱逐舰的身影 这些舰艇中级别最高的是054A型护卫舰 布希尔的056型护卫舰占了大多数 这表达的是什么信号呢 众所周知跨海两栖登陆作战是中国海军当仁不让的重大使命 如何把庞大而脆弱的登陆舰安全护送到对面小岛 是中国海军面临的巨大考验 狭窄的海峡不适合大吨位水面舰艇发挥用武之地 数量庞大吨位小兼有反潜防空扫雷 对地支援等多功能的056型护卫舰挑弹大任 是出了名的海上青岛夫 我们可以乐观预见未来发生海峡对战时 面对鱼叉雄风二级的反舰导弹 甚至战斧导弹等多次饱和攻击的时候 几十艘甚至上百艘 对鱼叉雄风二级的反舰 对鱼叉雄风二级的反舰